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三百六十八回 话说王先知 闻听江泥 说他有两件 哈哈大笑 天底下竟然还有人胆敢跟他讨价还价 只听他朗声道 两件也无妨 让老夫瞧一瞧李春刚跟曹长青的徒弟 加上一柄大梁龙去 是否会让人失望 江泥一板一眼的说 曹叔叔这一年中 曾偷偷带我去了一趟吴家剑种 跟冬月剑池 我登上了吴家那座 插满历代名剑的剑山 也看了那方 藏有十数万柄古剑的深潭 王先知何等阅历 略加思索 一语道破天机 使官牵剑而后拾气的上乘剑道 曹官子的气魄一向罕见 他教你的剑道自然不足 江泥摇了摇头 启仙曹叔叔是这个意思 可我不小心牵动了两处气机 然后误打误撞 换了一种剑法 但是目前仅是一个雏形 曹叔叔说 这一招欲强则强 对手如果不是王成主 换成一般人 就不那么厉害了 王先知笑道 小丫头 不用跟老夫解释的这么清楚 老夫恨不得 有人能重伤了老夫 王先知说这话 毫无半点故作姿态的跋扈起眼 因为啊 这就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江泥微微红脸 点了点头 江泥缓缓闭上眼睛 按住大梁龙雀剑柄的叠方双手 微微上浮几寸 明鉴展现出窍之势 王先知仰望天空 点了点头 称赞道 有意思 才提起双手的江泥 猛然下岸 大梁龙却重新归窍 轻贺道 落子 棋盘落子 那棋盘在哪啊 要落在棋盘之上的棋子 又是何物啊 身材雄伟的老人脸色依旧云淡风轻 但眼中闪过一抹异彩 竟是小觑了这丫头 在他眼中 那先手的剑出窍 剑归窍 若说是小打小闹的小意思 那接下来就有一些大意味了 万里晴空 瞬间被割裂成无数条纵横沟壳 剑气 千万条凌厉无比的剑气肆虐当空 两波浩浩荡荡的剑气 一波出自吴家剑种 一波出自冬月剑植 如黑白双信 高乐棋盘 以剑气为线 以云天做棋盘 好大的手笔啊 王先知 那刹那就明误其中的精妙 小丫头所说 欲强则强 半点不假 正因为对手是他王先知 那一道道一条条 借此剑种 剑持两地的灵溪剑气 才会来得如此迅猛 来得如此密集 王先知笑意更浓啊 倒真是个诚实到可爱的闺女 难怪李春刚如此弃重 当江泥落子二字出口之后 天上剑气就如同暴雨灌顶 齐齐落下 而下落的并非是毫无章法 而全部剑尖直指王先知一人 以至于像是呈现出一个气势灰红的陆地龙卷 王先知窥然不动 任由剑气当头坡下 只是剑气啊 微例外在他头顶数杖被搅烂 当最后一条剑气溃散时 不过是挤压到距离王先知头顶一杖而已 麻鞋麻衣的老人始终没任何动静 就是这般仅凭外泄体魄的雄浑刚气 硬扛下了所有千里之外远道而来的上古剑气 王先知望向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子 他拼劲道 确实还只是个雏形 老夫很期待你以后引来两座实打实剑身 如同黄裙的场景啊 王先知心中感慨 这女子竟然隐约有了成为天下明剑共主的气象 多少年没有生出好生可畏的感触了呀 王先知沉沉道 讲四 老夫很好奇你的第二剑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凤年那双原本略显阴柔的担放毛子 在诚信诡异的金黄之后 整个人竟然有了君临天下的意味 他伸手握住行神不稳的洛阳 轻笑道 我只要不死 不让你走 你能去哪儿啊 八百年前 出海访先的方氏 原本已经求得了一枚长生药 只是被你暗中毁去 你以为我不知道 只是不跟你计较罢了 说完之后 不理会错愕的洛阳 徐凤年转头对墙头那边的猪袍鹦鹉摇了摇头 后者瞬间安静下来 徐凤年单手按住额头 闭上眼睛 然后睁开 理清了头绪 笑着说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 我不愧是我 什么都是一脉相承 逃不过孤家寡人的命 一炷香后 我还是我吗 你还是你吗 徐凤年拉过哭哭笑笑不自知的洛阳 背在身后 然后大踏步前奔 直追那位见机不妙便脚底抹油的柳薄师 仿佛几次眨眼过后 就碾上了好身身处天象五十年的赵家看门狗 徐凤年跟他几乎并肩而略笑道 柳浩师 先前三问很是威风啊 柳浩师瞬间横飘出去十数丈 惊恐怒喝道 你到底是谁 金黄双眸的徐凤年微微眯眼笑道 柳姓老祖宗所在的那座小国的国都啊 被大秦禁弩射成了刺猬 大秦瑞士一人不死就灭了你们 柳浩师怒及返校 徐凤年 你疯了不成 行走江湖之所以对那些僧尼道姑里让三分 就是忌惮他们的末首 这根对敌剑客很怕遇上新剑是一个道理 除非武平上的高手 否则呀 谁都不敢说自己一定不会阴沟里翻船 柳浩师看守皇宫一甲子 辩兰武学秘籍 说他坐井观天也没错 可这口大井 他本身就是挤进天地同阔 柳浩师见识过太多足可称之为精彩绝艳的招数 他从不敢因为在天象境界逗留数十年 便一味自始清高 那一年武当年轻长教出入泰安城 如入无人之境 他跟寒雕寺便在远处静观 权衡之后竟是连出手的欲望都没有 今年龙虎山又出了一个说是初代祖师也转世的赵宁神 也一样让柳浩师感到棘手 不过柳浩师啊 生性谨慎 却不意味着这位年迈的天象境高手就是一颗软柿子 想要杀死一个不愿死战的一品高手 历来都是难如登天 柳浩师空手而归 只是觉得没面子 觉得那个徐凤年对于旁门左道出奇的熟闻熟路不好对付 这徐凤年呢 如同复古之躯 始终不让柳浩师拉开距离 他笑问 偷说义高人胆大 你这么个天象境的高手怎么如此的胆小如鼠啊 你呀 头顶天空原本湛蓝无云 突然先是云卷云输 再是乌云密布 柳浩师一路长掠并不言语 徐凤年瞥了一眼天空 停下脚步 先前像是丧家之犬的柳浩师也停了下来 一脸的阴森 听说有见证明雷池 可哪里比得上真正的雷池 对付你这档阴雾 对正下药的狠 我有一壶江湖做酒 我有一掌可脱无悦 我有一口吃掉春秋 数百年一位武林前辈定下了一品四敬的规矩 曾用这三句话来赞誉天象境界 说的就是天象高手能够跟着天地共鸣之后 会有何种辟逆天下的微微气象 柳浩师看脸天色 笑意浓郁起来 想要在江湖上成名啊 只要是个江湖儿郎 都藏有几手压乡的记忆 像宋念卿 这趟江湖行就带了十四剑十四招 柳浩师当然也不例外 这一招雷池 原本是打算作为一份大礼 就等着超凡入胜的曹长青下次赴京 曹官死的三过皇宫如过郎 次次都打在他的脸上啊 柳浩师如何能够咽下这口恶气 不成想到头来先用在这小子身上 黑云如墨 柳浩师静等天雷滚滚 柳浩师见过许多靠走中南捷径 来博取帝王青睐的聪明人 郭明钓鱼的本事很是高明 亲此宰相赵丹萍就是之一 可在泰安城 柳浩师侍奉过黎阳三代皇帝 始终都是那座京城的中流砥柱 哪怕赵丹萍也无法瓜分柳浩师 对赵氏积攒下来的香火情分 柳浩师习惯了靠境界碾压对手 这次背负黄命前来绞杀徐凤年 他跟宋念卿只是一招先手 万一没能得手让徐凤年逃过一劫 还有万无一失的后手 故而柳浩师没有拼命的兴趣 可泥婆才也有伙计 更何况柳浩师跟北梁那是不死不休的局势 这个徐凤年浑身上下冒着一股子邪气 柳浩师就生出了一探究竟的念头 还背着洛阳的徐凤年好整一下 等着天节落定 他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如果这柳浩师执意避而不战 他也没太大把握抓住这只老狐狸的子轩 天象境界本就是天地宠儿 极难捕捉气急流转 他一心想逃的话 因为没有寄身 可以引来天节的陆地神仙境界 甚至躲过疏而不漏的天网恢恢 好似那条朝朝天里之外的漏网之鱼 那徐凤年即便你追得上柳浩师 却耗不起光阴 可天底下就没有无懈可击的招式 只要柳浩师托大 有胆子落地生根 徐凤年不介意扛一扛所谓池中滚雷 然后伺机而动 天上黑云猛然下坠 漂浮在大地之上 宛如一幅 人事转换云海的玄妙画卷 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 徐凤年上半身露出云层 七腰高的黑云连绵翻涌动荡 四周云雾中时电闪雷鸣 电光逐渐交织成网 徐凤年缓缓行走 立即成了被撒网渔夫盯上的鱿鱼 云海中眨眼间泛起一颗颗紫雷 一眼望去 粗略计算不下有五十颗 大小不一 大如井口 小子拳头 紫雷之间呢 又有一条一条不断跳动的雪白闪电牵连 还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雷池啊 脚步不停的徐凤年胆大包天 伸手握住一颗紫雷 整座雷池翻转 五十多颗紫雷顿时剑刺飞绿而来 徐凤年右手无指勾入紫雷 紫气萦绕左臂 左手也没现场 轻轻挥动 每次恰好拍掉一颗颗砸来的紫雷 不过这座雷池霸气十足 加上被徐凤年死死攥紧的那一颗 毫无颓势 惊世骇俗的壮阔景象 根本就没半点折损 五十多颗紫雷 去而复返 被拍掉之后 不过弹出二十丈外 就迅猛玄回 来势汹汹 速度不减反正 慢慢行走的徐凤年 就像被围困在一座 随之移动的雷池之中 背后的女子 拿下巴抵了抵她的肩膀 徐凤年柔声道 记得当初 答应要陪你去昆仑山巅看云海 可几次寻守天下 要么忘记 要么错过 后来下定决心的时候啊 你已经不愿意了 今天呢 就当弥补一些 他柔声道 比起你送给那狐妹子的举国狼烟 云海算什么 徐凤年测了测脑袋 轻轻磨缩了一下他的脸颊 深呼吸一口气 徐凤年将手中那颗 始终没有松开的子雷 放入嘴中 一口吞吐 他大笑道 当年整个天下都被我吃掉 小小几颗天雷 算什么 徐凤年一手拎住一颗子雷 纷纷的就往嘴里边塞 当他吞掉一半子雷后 云海消散 雷池也就荡然无存 站在三十丈外的柳薅师 瞠目结舌 哪料到这家伙会以这种盲横手段 破解掉他苦心造就的天象秘书啊 五十多颗借天地借龙气借气韵 辛苦形成的子雷 可以说颗颗都是价值连城 为此北宗富龙炼气使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 几名大宗师的修为甚至被直接榨干了 原本雄厚的家底子一下就没了一半 柳薅师如何能不信他 更可恨的是那莫名其妙就进阶暴涨的恶辽 还打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宝格 对着柳薅师露出一个讥讽的笑脸 懒洋洋的问他 还不跑柳薅师麻牙一声撒牙子就跑 脚打屁股蛋 都恨他爹妈少给他伸了两条腿 难怪整整五十年都没能成就地线境界啊 徐凤年眯着眼冷笑 要是刚才一直不停角 我还未必能拿你怎么着 不过现在完了 徐凤年伸出一根手指在眉心割出一条细微血槽 激略之中的柳薅师顿时头颅裂开一般 从额头开始凭空出现野条 从上往下触目惊心的裂痕 满脸血迹是狼白不堪 但这并不是最让柳薅师胆战心惊的恐怖 随着脸上这堂血布纸 他的天象境界竟然像是洪水绝地 江河日下一血千里 柳薅师清晰感知到自己的境界 原本就像一座湖泊 然后眼睁睁的看着湖水干涸 却完全无法阻挡湖面下降 柳薅师痛心疾首的同时更是匪夷所思啊 天象境界的精髓便是与那天帝共逍遥 是寄身陆地神仙超然世外的前兆 哪听说会作茧自负啊 那难不成那家伙有着与天帝并肩的成就 能够强行吸纳别人的气数自作天帝吗 若说是剑斩六国气运的红喜相 柳薅师还会有几分将信将疑 可身后那小子就算继承了洛阳的修为 也绝对不至于如此的惊人呢 柳薅师几乎走火入魔 他一咬牙 在势如破竹的险境之中 硬是趁势崩碎自己本就摇摇欲坠的天象境界 在跌入止旋的瞬间之前 壁虎断尾任由剩余一半子雷滚落 如同陆地神仙一气掠出数百丈 远远抛开那个让他输的一拜徒弟的疯子 徐凤年停下脚步 心中叹息 只要柳薅师稍稍犹豫 在晚上一点点时间 他就有把握载掉这条老狗 他抬头看了眼天空 徐凤年嘴角勤满了冷笑 黎阳赵氏不愧是如今的正统 连给着赵氏看门护院的一条走狗 都身具相当可观的气数 徐凤年转身望向十里之外 密密麻麻的剑气 阵势宏大 徐凤年默默将一颗颗子雷纳入袖中 荣为契机 洛阳挣扎着落在地上 他平静道 你去吧 徐凤年牵着他的手 转头跟他对视 洛阳欺然决绝道 你要天下 我只要你 我不能独占 我宁肯不要 八百年前是如此 八百年后还是如此 徐凤年突然笑了 大秦皇后了不起啊 洛阳一脸震惊 后退了一步 徐凤年嘴角翘起笑道 我是他 他可不是我 洛阳神情复杂 徐凤年蹲下去 示意他上背 柔声道 洛阳啊 回北梁之前 咱们去洛阳城 看一看吧 洛阳一脚狠狠踢在他屁股上 摔了个狗吃屎的徐凤年 继续蹲着 轻声道 当年大秦铁骑 没能踏平如今叫北莽的大漠 这辈子补上 拓跋菩萨敢欺负我的女人 不等徐凤年说完 洛阳轻轻的趴在他的后背 徐凤年站起身来 回头跟你慢慢的算账 洛阳说道 你先打赢了王仙芝再说 飞凉红枯 草丝般的湖 多少天因过苦 苦 孤明的路 不宇旧一户 帝王将生寄不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